亞洲杯橄欖球錦標賽第一級杯賽在台北田徑場點燃戰火 中華隊在首場比賽與新加坡交手 最終因失誤過多以13比18落敗 今天中華隊確實以 他們有努力想要贏得這場比賽 雖然是說因為是一些失誤造成最後的結果 沒有辦法得到勝利 那也因為這個比賽我們也會說 把這個比賽的一些失誤做一些大幅度的修正 那希望說後來的比賽可以越來越好 開賽新加坡閒持得點拿下3分 隨後中華隊立刻還以顏色 以5比3朝前比數 上半場雙方你來我往 中場結束中華隊以8比6暫時領先 下半場中華隊延續氣勢 比賽一開始隨即搭政搶下5分 將比數拉開至13比6 但隨著比賽來到後半段 中華隊的體力逐漸下滑 最終不敵新加坡落敗 落敗的關鍵我想大概就是下半場 在對方陣線我們在攻擊的時候 115對方就可能把踢球回來到我們的陣地的時候 這個來回收彎跑就是消耗我們體能最大的關鍵 首場比賽敗給新加坡後 中華隊將在6月1號下午5點對上斯里蘭卡 落勢在輸球將被降級 教練也希望球員們能夠針對今天的不足進行改善 調整好狀況引接下一場比賽 記者王與費賴其雲台北報導 請對方 下面快樂 2 2 2 1 5